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部里说摩托萨无等等心 对这样的心也不执着 所谓不执着是说 菩萨从初发心以来 不见法有决定的相 决定对法或者是心 认为有生命 真见够净 观空了 能够了知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不够不净 心是必净空 不再分别有心相或者无心相 在卷41那边有提到无心相 心相常净必净空 卷41大圣章25册 三六二中南到三六三的中南 那一段也有提到非心相 心也是必净空 没有实在的自信 或者固定的什么相 诸相毕竟清净不固 所以不会有分别 身文心 必知佛心 菩萨心 跟佛心的差别 虚佛提他称阳赞叹菩萨 也觉得菩萨心比较高贵 但是真正从信空来讲 菩萨也不执着心是高贵的 所以知道心性本空不再分别 身文心 必知佛心 乃至佛心 不会有这些种种心的差别 能够对这些心不念不着 下面 施利佛想要问案徐佛提说 非但一切自信 无漏不细 菩萨不应至高 连凡夫人的心也是无漏不细 经常都是自信空 所以不要以为菩萨 他发无上不利心 就觉得高慢 其实如果能够了知信空的话 凡夫的心也是心性本空 如声闻必知佛佛心无漏不细 凡夫人心的实相 心的实相是自信空 实相自信空也是清静不执着 凡夫之所以是凡夫 这因为有烦恼 下面举个批语 就像乌云遮蔽日月 但是他只是遮蔽日月 并没有妨碍去展乌的日月 只要把这个无明去除了 日月还是清静的 还是光明的 又诸烦恼时相 比常信空心相无异 烦恼如果能够了知实相 空相 跟清静的心 其实也是自信空 从心性本空来讲 那他其实是不二的 但住凡夫地中 那会分别 这个是染污 那个是清静 住圣人地中 修无相智慧 故无所分别 圣人在他了解 心性自信空不够不静 他不会分别这是染污这是清静 不过为了怜悯众生 怜悯众生有起颠倒 以不静为静 所以为了怜悯众生 而为众生分别说 菩萨虽然为众生分别说 这是染污这是清静 这是烦恼这是菩提 但是菩萨本身心无所执着 我们请看角注事实 老师大致文笔记 这里提到染静不二 染就是烦恼 本来烦恼是染污的 为什么跟静不二呢 这是烦恼的实相 实相是空相 从烦恼的空相来说 跟心也是空相 是清静 清静心 这也是空 从空实相来说 染静是不二 而住凡夫地 他没有了解住法实相 所以分别有够有静 如果住圣人地的话 没有分别 要知诸法空相 不过为了怜悯众生 为众生方便分别说 但是菩萨本身心无所执 感谢观看